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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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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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直视呢 就是您呢 您呢不把我杀掉 用我的血呢来涂谷祭祀 这个星谷呢是把祭祀品的那个血啊 涂在那个 涂在那个器皿上啊 叫星谷 这是一种祭祀的时候的一种礼仪啊 使归吉鲁 让我回晋国呢 接受诸鲁 吉呢是接受的意思 接受诸鲁 君之会也 这是您的什么呀 恩会 诚实不才 又谁敢怨 我实在不中用 还敢怨谁呢 这里边就说他谁也不怨 他谁也不怨 怨自己怎么样 臣不才 不胜其任而已啊 而且呢 还有感恩之心啊 使归吉鲁 君之会也 这是您对我的恩会 不让我死在 不让我死在楚国 让我回去死 回去死 接着往下 这个楚共亡呢 还不 这个这个心里边还是 还是想必他说些内容啊 然则得我乎 那么你将感激我吗 你既然不恨我 你是不是很感激我呀 知庸对于二国图其设计 而求书其民 书呢 是指缓和和解除啊 解除 这什么意思呢 两国都为自己的国家好虑 而设法减轻人民的痛苦 各承其愤 以向油也 这个油呢 是宽肃的意思 宽肃的意思 愤呢 是指愤怒的意思啊 各自都克制自己的怒气 而相互宽恕 两是雷球 这个字是和这个音一样啊 雷 地雷的雷啊 雷球 雷球是用绳子绑着的俘笼啊 然后呢 双方释放俘笼 以成其好而实现了和好 二国友好 臣不于吉 两国和好的时候呢 我也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起谁敢得 那我又感谢谁呢 就是我没有谁可感谢的 王曰 子归何以报我 如果你回去了 你拿什么来报答我 这是楚共王又一次的逼问啊 楚共王老是逼问这个知营 接着看知营怎么回答 知营队曰 臣不认受怨 君亦不认受得 无怨无得 不止所报 这什么意思呢 我没有怨恨你 你也没有怎么样 君亦不认受得 你也没有给我恩的 无怨无得 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楚共王曰 虽然必告不顾 虽然这样 你一定要告诉我 怎么报答我 就逼他来说了嘛 那么知营队曰 以君之灵 内臣得的硅谷与尽 托您的福 我能活着回到禁国 尾臣得硅谷与尽 就是我活到的硅谷 寡君之以为卢 我们的国君将把我杀死 因为我说俘虏嘛 死且不休 虽然我死了 但是您的恩惠怎么样 会永远长存 若从君会而免之 如果是因为您的恩惠 而赦免了我 这是赦免的意思 赦免了我 以赐君之外臣守 然后把我交给了您的外臣 谁啊 寻守 就是他爹了嘛 交给了寻守 守其情与寡君 那么寻守向进军的 进进军请命 而一炉与宗 把我杀死在祖宗面前 祖宗面前 一死且不休 我也死而不休 若不活命 如果不能得到国君杀我的命令 就是回到家以后 我能被释放 而是四宗职 却要我继承祖宗的什么呀 官爵刺激于世 是轮到我 次级呢就是轮到的意思 轮到我怎么样 担任君子 是呢是君子啊 轮到我担任君子 而帅偏师已休封疆 而且让我带领一支人马 偏师一支人马 以守卫保卫 保卫自己的国家边疆 虽遇直视 其赴感为 虽然遇到您的军队 虽然您的军队 然后我也是不敢怎么样 逃避的 以劫力致死 我只有拿出权力献出生命 无有二心 尽我做臣子所应该尽的责任 一尽臣里 所以报应 所以报应 这就是我用来报答您的 他这整体的意思说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 回到我们这个晋国 我又担任了这么一个军职 如果还有一天跟你对治疆场 那么我绝对什么 为了我自己的国家 为了尽我臣子所应尽的职责 我拿出权力献出生命 我也会怎么样 跟你打仗的 王约 尽未可与争了 这是个感叹 就是晋国 是不可以和他相争的 因为什么 有像知营这样忠于爱国的人 众为之礼 而归之 然后隆重的举行了仪式 然后把他送回了什么 送回了晋国 所以从这里边可以看到 这个知营临走之前 和楚王的一席对话 表现了知营的忠于晋国 对楚而不卑不亢的一个精神 虽然身为俘虏 但是不卑不亢 这是难能可贵的 难能可贵的 他主要是表达的是 忠君爱国的情怀 和高尚俊杰的人格魅力 好 这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借记这一段时间 我一定要分享到这里 给忘记 知营专心 这一段时间 我收到来 乖